这天,冯绍峰砸着发迹,穿一席暗红古代华服现身横见新戏片场,他拿着剧本仔细阅读,认真听着身旁工作人员的沟通讲解,为接下来的拍摄做好万全的准备。 心中有了把握后,他终于放松下来,走到一位正接受造型师调整发型服装的女演员面前,笑着简短聊上几句后去往别处。 没过太久,拿着剧本的王立坤也来到片场与冯绍峰会合。 他梳着高高的发迹,上边装饰着不少精美的发饰,却在戏服外头加上了一件卡通造型的毛绒外套保暖,让一解十足的造型变得软蒙起来。 两位主角经过这么多天的配合与相处已经相当默契,刚一碰头就直接投入进工作状态,看淘气拍摄的事,然后移动到指定的位置开始对戏。 两人隔着一段距离面对面站定,这一场戏王立坤的台词吃重,他不时看看手里的剧本说着台词,而冯绍峰只需背着手站定听他说就完事。 中突导演上前指导,与其轻松地用手中的笔不断指向王立坤身后的方向说明。 对国这场戏后,两位主演分别开始完善自己的造型,冯绍峰已经将冠帽戴上,王立坤则将头饰上的塑料小袋都撤去,却依旧不舍地将身上这件保暖神器给拖掉,看来是要坚持到开开前的最后一秒的节奏呀。